为了债务纠纷 宜兰苏澳有民众在天刚亮之际 就来到了仇人家前 当街砸车 吓坏了居民 轨硬的是砸完车之后 他没有逃离现场 反而是把车子停在附近的空地 似乎是在等待什么一般 直到警方到场才发动引擎离开 轨硬的举动也让附近的居民 任性荒暴 车车先找他的不理 休旅车停靠路边 黑衣男子下车高举棍棒 走向后车窗用力一回 玻璃乒乒乓乓乓隐身碎裂 在完一边他再走到另一侧 又是一顿猛K 轻轻声响吓坏居民 但他却老神在在犯案后 躲在附近空地 邻居越看越奇怪 似乎在等什么 直到警方到场才开车离去 诡议行径全被拍下 而且已经不是第一次 杂车剧想让附近居民 人心惶惶一查发现 原来杂车男跟车主 为了钱走就有过节 这回天还没亮 就先到仇人 位在宜兰苏澳的住家观察地形 直到清晨五点多 大动作杂车泄愤 双方当事人是因先前的 债务纠纷 自身嫌隙 造成成性犯嫌 心生不满 所以到无幸被害人的家中 毁损车辆 全案依刑法毁损罪 及恐吓案申办 债务纠纷 乔布隆一气之下 怒砸车 吓坏众人 警方已经锁定 现犯要将人查气到案 这一砸 找他不已 得为火爆脾气 付出代价 接着张凯廷一栏报道 接着张凯廷一株